同学们 这节课咱们开始介绍夜香炎外感闻热片 这是夜天室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它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是夜天室当年带着学生游览太湖洞庭山 在游览的过程中学生随他坐在船里边 他在讲他的学生顾景文就在记笔记 是顾景文的笔记流传下来的 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夜天室亲手调定 就是一篇笔记 它的流传过程最早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 是华秀云的续选林郑指南一案 是1775年刻版 问世 这个版本简称就叫画本 再一个早期的版本 建于唐大烈的无疑会讲 简称就叫做 唐本 它刻于1792年 这两个版本略有不同 唐大烈在无疑会讲里边 对这篇文章进行过加工 稍作改动 这和原文呢 有些地方不一样 不是太多 但是有一部分不一样 后来张旭谷 从唐大烈的无疑会讲 把它收入 一门棒贺 这本书是张旭谷的著作 他从唐本把它收进来 加了注释 对他里边的内容 他分条进行了注释 王孟英 由华秀云 这个版本 收入他的 温热经纬这本书 他又加了暗语 他叫熊暗 就是说早期的版本啊 是这两个 后来流传的主要版本呢 又有这么两个 这个是张旭谷 一门棒贺 温热经纬的作者 王孟英 他们收进来以后 名字都有改变 这篇文章 在画本里头叫什么名字呢 叫温热论 在唐本 无疑会讲里边 叫文正论志 张旭谷收到一门报课里边 他改了 他叫做 夜市文明论 王孟英 收到温热经纬里边 也没有用温热论这个名字 他改名叫夜香炎 外改温热片 所以大家看 同事夜天事 这篇文章 为什么那么多名字 在不同的书里边 不同的版本 他们各自取的名称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版本里边 哪个最好 我个人的看法 温热经纬里边 这一篇 这个最好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 他是从最早期的版本 续选林正指南一案里边选的 这篇文章 没有经过改动 是原貌 同时 他还拿这个版本 和唐大烈 《无一会讲》里边 文章论志 进行了对照 他进行了对照 怎么叫的呢 以这个为底本 以画本为底本 凡是唐大烈这篇里边 和画本不一样的 他这样做 唐本 唐本做 什么什么什么 哪个地方不一样 他用小字给注出来 那就是说 他这一个版本 就包括了两个早期版本 不同之处都给指出来 这是他一个 突出的优点 再一个优点 他把张许谷一门棒喝 夜市文并论里边的注释 都选进来了 在这篇文章 每一条的后边 把张许谷注解加上 凡是里边 不标姓名的 都是张许谷的注 都放在最前边 因为张许谷住的 有的住的很好 但是他也有的住的 不准确 或者有错误 王孟英也指出来 张许谷哪个地方住的不对 这样对我们后学者 有很大的启发 特别突出的第三点 第三个大优点就是说 王孟英自己家的这个雄案 他把他自己 对这篇文章见解 因为他临床经验很丰富 他结合他自己临床实践 把叶天室的文章 加以铲发 他不仅引张许谷的注释 还引过别人的注释 凡是注释 好的他都选进来 有错误的地方 他都指出来 他又加上他自己的见解 他的见解往往非常精品 很少有错 这个版本应该说 是一个最全 最好的版本 他包容的内容最广 因为在温热经纬里边 他起的名字 叫夜香炎外感温热片 所以我们 由他这篇文章 来讲 或者引他 引他的话 那名称 当然是叫他的名称 为什么现在一般的写文章 引证都写外感温热片 我们讲这篇文章 也用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们选的这个版本 条文是来自于 王孟英的温热经纬 他叫做外感温热片 下面咱们就开始讲具体内容 咱们准备 介绍 一至十条 也是根据 温热经纬这个版本 分段 今天开始 先介绍第一条 这一条啊 一共是四十三个字 他说 温邪上寿 首先饭肺 逆传心包 肺主气属胃 心逐血属赢 便迎为气血 随与伤寒同 若论治法 则与伤寒大义也 四十三个字 一共分了三个段落 分段是三个 到逆传心包这是一段 心逐血属赢是一段 最后这一行是一段 第一个谈了 温病的病因 邪气侵犯的部位 发生发展规律 第一段 第二段 胃气营血辩证 和脏腑的关系 第三段 温病和伤寒的一同 讲了三个大问题 可以说这一条啊 叶天氏开宗明义 就明确地提出来 伤寒和温病的不同 给韩文分论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临床基础 字数不多 内容非常的深刻 非常精辟 下面分段讲解 第一段 温病发生发展的规律 这十二个字 大家看这篇文章 首先要找演于什么呀 这篇文章 不是叶天氏守定 不是他亲手写的 他是 从文章分析啊 是诗声问答的记录 在游览的时候 边游览 诗声之间 边讨论问题 学生提问题 老实解答 顾领文在旁边记下来 从这个文字上看 它不完全是口语 没有啰嗦 没有废话 记得很精炼 但是呢 其中有些个前后文对不上 有些话出来的呢 很突然 什么原因呢 大家可以互相看看笔记 你们笔记都不一样 大部分都 大部分内容都一样 但是出来以后 各有各的特点 为什么呢 听课的时候 我懂了这东西 我可以不记 专记不懂的 所以这里边 有些东西是没记 有些东西呢 是前面听了以后 没记住 后边又给补进去了 看他这篇文章 要掌握这么个特点 用吴俊通的话说是 前后互参 吴俊通说 你看我的文明条片呢 叫前后互参 因为我前面讲过的 后边不重复 你要对照着前面 有些话我要在后边讲 前面不提 你要翻这后头 前后对照着看 叶天志这篇笔记 也应该是这样 前后对照看 他有些前面说了 跟后边是有联系的 再一个 要设问 因为从这个文章的结构看 它是学生提问题 老师解答问题 是一段段的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记下来的 这里边没有记问什么 只记答什么 而且在记问什么的过程中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学生明白的就没记 专记那个不懂的 专记重要的 当然不懂的就是重要的了 所以他前后文艺 有些连接不上 这个并不是说 这篇文章本身的问题 因为人家当初记这篇笔记 也没想到能流传后事 能够今天拿到课堂来 咱们把它讲一讲 当初人家并没考虑这问题 我自己记下来 我回去自己复习用的 华秀云和唐大恋的 把他拿出来 刻板了认为很好 确确实实也很好 但是看的时候 一定要对照看 要设问 你首先看这段文字 你要想一想 他问的是什么 叶天士为什么这么说 学生问什么了 他在解答什么问题 这样这个文章 你就能连贯起来了 我看这段话 问的是什么 我看问题是这个 伤寒和温病 发生发展的规律 以及他们的区别 你怎么知道 这个不是我凭空捏造的 叶天士最后那句话 怎么说的 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义 前头连伤寒提都没提 后头来了一个 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义 那就说什么呢 便因为气血则与伤寒同 伤寒和温病 他们有共同之处 因为他们都是外感病 但是治法大不相同 那肯定学生问的是 伤寒怎么发生发展 规律是什么 温病怎么发生发展 规律是什么 他是在解答这个问题 因为伤寒 已经在他那个时代 已经流传了一千几百年了 学生很清楚 没有必要再记 关于温病不熟悉 就光记温病的内容 伤寒就没有记 实际上 这句话 在这篇文章里头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句 第一句不是这个 咱们现在根据他这个文艺 给他补上 这就叫 于无闻处求闻 这没有文字 你在这给他补上 为什么 这个你不是凭空捏造 你要根据他的文艺 去补充 第一句应该是 针对着第二句来的 那么反过来第二句推 第一句是什么 第一句是这么说的 含邪下寿 先犯太阳 顺传阳明 底下这句 温邪上寿 首先犯费 这还应该有一句话 顺传阳明 或者是 阳明未尝 顺传未尝 总而言之 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 这段话 他懂 没写 顺传 这提得很明确 温定和 伤寒的顺传 没有区别 也不用记 就记了个泥传 就变成这十二个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叶田是这段文字 他不仅讲了 温定的发生发展规律 而且最后落实到 若论治法则 以伤寒大义 他肯定是伤寒和温定 进行了 非常细致的对照 把这问题给学生解答得非常清楚 这样咱们分析分析 伤寒 是外感寒血 是外感寒血 寒为阴血 它侵犯人体 当然受益下 这个寒和温 两种血气不一样 温是阳血 阳血上行 寒为阴血 阴血下行 寒血侵犯人体 所谓下寿 是先犯足颈 哪个足颈呢 足太阳 膀胱颈 先侵犯足太阳膀胱颈 因为足太阳膀胱颈 主义神之表 这伤寒里边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下寿犯足颈 导致太阳表症 伤寒里边叫太阳病吗 太阳病继续发展 第二步就传阳明 就是阳明病 这个道理 不用说现在 就在当时 人人也都知道 学生用不着记这句话 那这里边有个问题 先犯太阳 这儿提的是经 阳明 提的也是经 这一句 废核心包 提的是荡 为什么 伤寒 没有提膀胱俩字吧 他是毒太阳膀胱 经 是经症 初起 是侵犯膀胱经 而不是膀胱腹 所以不能叫嫌犯膀胱 但是作为温命来讲 初起 他不是前侵犯 手太阳肺经 他是侵犯肺系 是侵犯肺系 一般来说 从口鼻而入也好 但是肺不开窍于口 但是呢 口也能呼吸 所以邪气从口入 从鼻入都可以 肺和皮毛 这个是肺在体表的组织器官 属于肺这个系统的表层 邪气侵犯应该是从这儿入 先侵犯这个部位 进而 就是手探云肺经 再进一步就是肺脏 这三层是递进 越来越深入 肺脏之所以开窍于鼻 外合皮毛 就是通过手探云肺经给联络 所以第一步 它应该是先侵犯 表层 这个部位 然后由这儿发展到这儿 到这个部位 这两个阶段 是表层 所以是胃粉 这个阶段 入理了 是气氛 守太阴肺的病变 有位分气氛之变 你要说先犯太阴 那应该是指经 你这口鼻皮毛往哪儿挡 所以他不能说经 他所说的这个肺 应该说 说的是这个肺细 而不是单指肺脏 他为什么不提 先犯太阴和这个太阳 对应呢 守经足经 为什么不对应 因为 你如果一提经 这个表证就丢了 这个没法解释 再一个 逆传心包 不管肺体位分症 肺体气分症 进一步发展 都可以逆传心包 他不是单指经症 所以温病里边 没有经症脏病这一说 就是胃气饮血 除起就是肺细的病变 这也是个不同 伤寒是太阳病 温病呢 是太阴肺的位分症 这就啰嗦点 太阴肺位分症 你就不能光说太阴 因为一提太阴就是个经 伤寒是经症不错 温病不是那个问题 伤寒 寒邪 由太阳传阳明 是化热如理 这些天是肯定讲了 第二条接着就是这个 盖伤寒之邪 留恋代表 然后化热如理 温邪则热 变醉醋 第二条有这句话 就是说呀 太阳病 表寒不解 通过人体阳气作用 阳气和邪气抗争 把邪气转化为热邪 热邪入离 进入阳明 这是很正常的 顺 所以叫顺传 伤寒论上没有这个名词 没有说顺传 伤寒论上也没有 勋经传 月经传 那些名词都是后人给他起的 至于起的对不对 我认为不对 这么传吧 可能吗 太阳传阳明 这是可能的 阳明传邵阳 是不可能的 民传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所以寻经传 太阳阳明邵阳 那是后人造的 张忠景没有这么说 张忠景的伤寒论 就是太阳片 阳明片 少阳片 他那片是这么排的 你写文章 总得有个前后顺序吧 片那么排 人家并没有标志 这么发展 所以伤寒说顺传阳明 这个肯定是对的 少阳也可以传阳明 这个符合临床 初起误寒发热的病人 发展 出现高热 不误寒 初起往来寒热的病人 最后发展高热 不误寒 都可能 至于说阳明的高热 再变成往来寒热 临床没有 不可能 所以他这个传法 到这是正确的 初期 中期 再传三阴 那是对的 由 阳热胜 最后衰竭 转入三阴衰竭 那是可能的 上海这么传 正常规律 温定 也可以这么传 因为 守太阴肺 再往下传 就是中交 阳明胃 胃再往下传 就是大肠 从肺上 中 下 下行 这不是顺吗 伤寒是顺传 温病也是顺传 咱们提过这个问题 肺和胃的关系 非常明显 肺热胜 必然导致胃热 为什么 从它的组织结构上来讲 皮毛和肌肉 紧紧相连 胃主肌肉 肺和皮毛 肌肉热 皮毛就热 皮毛热 肌肉就热 密不可分 从体表的 器官来讲 皮和口 在外边看着 三个壳 三个壶 实际上 它们都可以吸气 进去之后 都到口墙 口入的邪气也好 鼻入的邪气也好 都可以通过呼吸道道肺 通过肺 从经脉上说 这两经 联系也非常明显 因为 守太阴肺经 并不取于肺 取于中脚 中脚不是脾胃吗 下落大肠 落大肠 所以肺与大肠相表里 从大肠再回来 还寻胃口 从大肠回来 上到胃 还寻胃口 再上隔 传额隔膜 鼠肺 鼠肺落大肠 中间有一个 还寻胃口的过程 这个经脉 联系的是非常明显 对外感邪气 不管从皮毛而入 从口臂而入 进入守太阴肺经 很快就传到阳明 从生理功能上来说 肺主宣发 胃 是海 什么海呢 水谷之海 气血之海 水谷就能化成气血了吗 它是12经气血之源 12经的气血 产生于胃 来自于胃 都通过胃向外批发 最后呢 还得由肺的宣发塑向功能 把它扶布到全身 所以它来自于胃 宣发于肺 胃里边除了气血是热的 肺宣发出气血 还不是热的吗 就从这几层关系上来说 他们俩 密不可分 服气温病 发于胃 肯定影响肺 心感温病 感于肺 也传于胃 所以表证过去 第二个阶段 伤寒 阳明大热 太阳传阳明 李热症 身大热口大壳 大汗出脉红大 喘 为什么喘呢 由胃 影响到肺 温病 由肺传到胃 也是大热大壳大汗 传 那咱们就把它叫肺为热痴 吴居同温病条片 为什么第三个方就是白虎堂 银翘伞 三级白虎堂 可以说银翘伞症 是这个阶段 邪气由口鼻皮毛而入 寝分到体表 胃分症 导致胃外食肆 你叫胆症 发热为无风 另一个类型就是 邪气进入手太阳肺经 导致经络不通 肺气不宣 手太阳肺经不通畅了 邪气要把经络堵塞了 肺气悬发不出来 所以他就上腻而磕 就以磕为主证 所以止磕 用银翘伞 双聚炎 初启未分症 是这么两个类型 心良平纪 心良情纪 第三个方 那就是 肺热吃生 就是肺的气氛热生 那就是 肺炸 大家看出来了吧 肺气 这三个阶段的病变 一个过程是在口鼻皮毛 影响了肺气的宣发 出现了肺热乌寒 导致 胃外食肆 一个就是 进入手太阳肺经 经络不通 肺气时圈 上腻而磕 用三句 这两个都是胃粉 不管这两个 哪个类型 邪气不解入理 都导致肺热吃生 所以心良平纪 第一方 心良清纪 第二方 心良中纪 白虎汤 第三个方 文面条面 第三个就是 肺热 胃热不热 肯定热 所以白虎汤 既清肺又清胃 你从它药物组成上看 石膏入肺经 也入胃经 织母入肺经 也入胃经 这个方纪 是致肺胃 两个脏腑热生 都可以用 在上海论里边 虽然提出是杨明病 它为什么 可以出现喘 还不是影响到肺 温病条面 为什么 把它 搁到太阴病里边讲 说是肺热 也就是这个道理 它到宗教篇 杨明篇里边 还用它 杨明文病的第一条 还有白虎汤 那就是说 太阴病 杨明病 密不可分 互相影响 这不很自然的吗 你说这条道顺不顺 伤寒 由太阳传阳明 是顺转 正常规律 温病 由肺传胃 也是正常的 这个阶段 热再剩 但是它无形 由于无形的高热 导致大汗 伤阴 肠造 便秘 形成腐蚀 就如大肠 有形热尖 未夹实验 有这么个过程 这个就是顺 再往下传 就伸入下胶了 消耗感血神经 从上到下 非常之顺 这个过程 很好理解 记住了 顺传一位 这和山寒一样 这个记笔记的时候呢 就没写 这个 不大好理解 就把这顺传 给免了 就记了个逆传心包 逆传心包 实际上 就是 从这 不是这么两种情况吗 顺传 是这样来 由肺道位到肠 再入下胶 逆传 在上胶 没有向中胶去 传到上胶的 守绝音心包 实际上呢 就是心 心包的功能 就是心的功能 就出现了 心包的病变 为什么这个就叫逆传 请同学们注意 发展规律 顺传是规律 逆传是不是规律 逆传也是规律 文学上 就有两种规律 一种是顺传 一种是逆传 所有的病人 无非是这两种规律 逆传的原因 如果顺传 那肯定是正气不虚 逆传它必然有原因 一种原因 心气或者心阴 素亏 平素啊 就是心气虚 或者心阴虚 它抵抗力不足 邪气是哪虚 往哪去啊 这种病人 就容易拟传 再一种原因 邪气传绝 正气自然不虚 邪气太胜 致病能力太强 进入人体之后 就昏迷 再一种情况 物质 最常见的物质 是物汗 当然物下也可以啊 一般来说表证 还不至于物用下法 最常出现的食物是物汗 心温解表 大发起汗 吴居同说 温病 本来就伤阴 最怕伤阴 你再用心温的发汗 就更伤其阴 起飞为贼立之乎 就等于给贼咬起了汗 本来不虚 物质的结果 导致心气心阴虚 一些深入 因为这种传遍规律 和顺传不一样 它并没有 由太阴卫分 传入太阴气氛 再传入阳明气氛 最后伸入血氛 而是由太阴的卫分 或者是太阴的气氛 直接就入心包 这个属赢分 由气 传赢 气本身并没有传完 到这还是气氛 没有传宗教气氛 而由上脚的胃分 或者气氛 直接传入阴氛 不顺 就是腻 另外 病情危重 愈后不好 是腻症 这个发展过程 它是顺症 它始终不昏迷 它高热 这个过程伤了盈盈了 这边没有实质性的损伤 还是功能亢奋 这边 像新宝船出现了盈盈的损伤 所以愈后不良 叫腻 因为这种船变太突然 所以也叫腺 所谓腺 意味着病情深重 直接攻陷了 攻城 这等于 攻城陷落了 新主被擒了 侵犯了君主之官了 所以用个限制 这个实际上 是弹热和弥 既有热 又有弹 同时 还有 盈盈伤 说它腻 说它腺 说它重 原因很简单 盈盈损伤了 有实质性的损伤 和气氛不一样 气氛损伤 那是肺位的筋液 高热大渴 饮水自救 喝水就能解渴 这种病人 反而不渴了 血中的筋液 都蒸上来了 所以重 这是一问题 再一个 热血在腺的过程中 着液成痰 把里边 血脉中的筋液凝聚了 形成鱼 血液粘质 血脉外边的 筋液凝聚了 形成痰 把心包给蒙住了 既有盈盈伤 又有痰热盟 所以病人病情很重 昏迷 到什么程度 神魂沾雨 或昏溃不雨 很深 深度的昏迷 四肢绝逆 舌碱短缩 舌头转动不灵 短了 舌红将 胎黄噪 慢戏滑术 一系列的表现 都是非常伟重的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 逆传心包是重症 这边 是实症 它虽然热视很高 但是正气并没有摔 这边 没重 所以学生记笔记的时候呢 把这一段顺传的省略了 因为它和太阳的顺传没区别 都是阳明病 和太阳 伤寒 传到阳明 都是阳明病 这个很好理解 这一段不用记 记了一个特殊情况 遗传心包 这十二个字 说明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总的提纲 咱们说 它讲的是发生发展规律 实际上人家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定性 伤寒是寒血 温病是温血 静止 和伤寒不一样 第二步 上寿 邪气 寒气 侵犯人体 入寒的途径 途径 不是下 而是上 从上边来 那指的是哪 这个上 指的两方面 一个 指的口鼻 口鼻在上 所以说是上寿 口鼻而入 另外 是指肺 一提肺 别光想到肺脏 是肺气 是指肺气 因为五脏六腑 肺气在最上面 肺为五脏六腑之滑干 那么肺 外合皮毛 所以这个上寿 除了包括 上部的口鼻之外 上部的肺 又合皮毛 全身的皮毛 也包括在那 你从口鼻而入也好 从皮毛而入也好 都属于上 而且它 向上 算的是肺 这个呀 说从哪进呢 从上胶肺系的 口鼻 皮毛而入 底下 首先犯肺 定位 带肺 不带太阳 这八个字 讲了这么三方面的问题 定性 是文鞋 是阳鞋 因为是阳鞋 所以上寿 入寝的途径 就带肺气 肺气呢 不就带肺吗 所以位也就定了 底下 这四个字 说的是 传遍规律 这四个字没写的 顺传于位 没写的 就寄个逆传心包 那么就是逆传的规律 当然 没有顺哪来的逆啊 顺传也是规律 规律就是说 从肺可以顺传到位 由气氛传到气氛 或者是由肺 传到心包 由位分或者气氛 传到盈分 因为是传入盈分了 没有直接顺传气氛 所以叫逆 这十二个字 字数不多 讲了多少内容 这个东西 没有 实际上 叶田氏当时给学生讲课 应该有 他是对照而言 是比着来的 不可能没有 后人呢 就猜 张旭谷 王孟英 就分析 没有顺哪来的逆 所以有逆传 就肯定有顺传 就分析 这个顺指的是什么 王孟英说得很清楚 逆传心包 顺传就是位 因为上韩是宣传的 这很清楚 张旭谷在那 写了一大篇 也没说明白 同学们有兴趣 自己可以看 讲一着引了张旭谷那段话了 张旭谷在那 做了一大堆文章 这句话也没说清楚 关于顺传逆传 为什么叶田氏不说顺 实际上 根据他的文艺来分析 根据他这篇文章的来源分析 叶田氏不是没说 是学生没记 这条 前 十二个字 就讲了这么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叶田氏 他创立了微型血变症 而且在头一句话里边 提出来 文学上寿 首先翻肺 逆传心包 他既倡导微型血变症 为什么开始 泛肺 逆传心包 不用微型血变症 不提这四个字 后边 便因为气血 所以伤含同 若论治法 则以伤含大义 这什么意思 他怎么不说 先侵犯微分 然后气愤 逆传营分 为什么不这么说 学生肯定要提问题 老师您平常都是微型血变症 今天怎么跟我们讲 沙发文病的区别 上来这是 首先翻肺 然后 逆传心包 这跟微型血有关系吗 学生必然要问 你在看病时候 一贯用微型血来变症 到这怎么 首先翻肺 逆传心包 怎么解释 叶天师说了 这句话呢 是解答了学生的第二个问题 头一个问题 温病和伤凡的发生发展规律 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既然提倡微型血变症 为什么在这儿 不提微型血 提肺 核心包 叶天师下面就讲这个问题 那么 胃气营血变症和脏腑变症 有什么区别 和脏腑变症之间的关系 胃气营血变症 实际上最后也得落实到脏腑 因为病变才是在脏腑 胃气营血变症 统成叫四分 胃份 气氛 营份 血氛 这个氛 实际上 就是氛 多因字吗 氛呢 实际上 是把温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分成 胃气营血 四个阶段 所以这个氛呢 就是分界的意思 把它画出界线来 那在隐身不就是阶段吗 胃气营血 是温病发展的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 它都能涉及到哪些脏腑 它的解答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肺和心胞 和胃气营血变症 并不矛盾 为什么呢 胃份证 气氛证 都和肺有关 这个属当什么家 首先说肺主气 这句话好理解 肺主一身之气 肺的功能 宣发速降 使全身的气和筋液 浮补到各个部位 这不是它的功能吗 肺的功能 是宣发速降 主一身之气 所以肺的病变 就可以出现气氛症 功能失常了吗 主一身之气的功能 和主呼吸之气的功能 失常了 所以肺的病变 就属于气氛症 这个没问题 属位是什么意思 这个属在这 不能它属于 肺主气属于胃 这个属 当同龄讲 同属同龄 同管 对吧 它主一身之气 其中就包括了胃气 因为胃本身 咱们习惯要胃气 它是人体一身之气的一部分 它运行于体内和体表 在体内能够温序脏腑 保护脏腑 到体表来能够抵抗外邪 主奏里的开腺和关闭 能够调解汗液 保卫人体 它实际上就是一身之气的一部分 那么肺能够主一身之气 它还不主这个胃气吗 它就包括了胃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 肺主一身之气 所以它有气氛症 而且胃是气底一部分 所以它也包括胃分症 我跟你说首先犯肺 我为什么说犯肺呢 我不能说胃和气 因为肺包括这两个症 两部分 所以我用一个肺字来概括 就是说你要明白 肺既有胃分症又有气氛症 我说首先犯肺就是说 由胃分到气氛 为了简化 所以就说这一个字 底下 你说心包干什么 逆传心包什么意思 心包 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心 我所说的逆传心包 就是说邪气进入了心 影响到心 心有什么功能 主血脉 所以心的病变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血分症 热血入心 心如血脉 它肯定要影响血 所以心的病变是血分症 而影是什么呢 是血中的筋液 它是血的一部分 它也属于血液的一部分 所以它就包括在血分症里边 影分症 这不就清楚了吗 肺和心包的病变 出起胃分 发展气分 再发展影分 再发展血分 这不就是胃性血变症吗 这个话难理解在这 用了两个鼠字 肺主气鼠胃 这个鼠可别当属于假 气分症属于胃分症 影分症属于血分症 正好别拿了 同鼠包括 我是你的下属 你不就管我吗 胃是气的下属 气就包括了胃 影是血的下属 它就包括在血之内 所以 简而言之 是气血的病变 风而言之 是胃气影血 两个大阶段 再分成四个小阶段 笼统地说 旧是气血的病变 肺是气的病 心是血的病 那在细分呢 肺除了气分症之外 包括微分 心除了血分之外 包括阴分 宝贵心血变症 和脏腑之间的关系 讲得很清楚 解答了又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下节课再说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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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